一支专业的团队 一个业余的解说 一幅凑合能看的画 我时间的废话 没人会笑的断了 近在 小熊绅士手绘水彩视频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一期的小熊 手绘水彩视频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期画了一个妹子 画了一个双马尾妹子 什么是双马尾妹子呢 按照大家习惯吧 一提这个双马尾 大家第一想到的 肯定就是米可对不对 实际上我画的并不是米可 画的是一个普普通通 脑补出来的双马尾妹子 对不对 这一期呢 也是依旧没有跳票 对不对 我小熊是条汉子 对不对 是个爷们儿 爷们儿为什么要跳票呢 对不对 说好周刚 就给周刚 对不对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在这给着妹子画皮肤嘛 这个肤色怎么画呢 还是先在有皮肤的地方打上一层水 打上一层水之后呢 用这个红色 就是大红色 然后掺上水 再掺水 再掺水 让它变成一个淡淡的红色 然后就是点进这个皮肤 该画皮肤的地方去 然后呢 点进完了之后呢 把这笔擦干净 再一点一点 把这个皮肤给抹开 抹开之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要画头发 然后由于这一期呢 准备给画了那种 偏灰色的头发吧 对不对 就那种浅色系的头发 所以说呢 画的时候 大家只要画这个暗部 暗部以及头发的阴影部分 这些地方就足够了 然后就是先从这些地方开始入手啊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画这个 大辫子 对不对 对不是辫子 两双马尾 咱画两双马尾的这个阴影部分 对不对 阴影部分 然后呢 画这个双马尾呢 大家一定要画的流畅一点 对不对 流畅一点 就是越是这种比较长的双马尾 就这种瞟得很开的这种双马尾 小哥们呢 越是要画的这个顺畅一点 就像用了飘柔一样 对不对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画的时候呢 也是让它多打点弯 多打点弯呢 就显得这个头发呢 比较有质感 比较飘逸 对不对 我画这个浅色头发还是 就是亮的部分 尽量还是少画颜色 你画多了呢 它这个就不叫浅色头发 就有点像深色头发了 对不对 今天早上起来呢 然后就特难受 对不对 特难受 为什么难受呢 就是难受 怎么难受呢 就是拉肚子 有点有气无力 对不对 然后这个昨天呢 也是吃太多了 吃太多 然后早上一起床就开始 对不对 小哥们已经懂得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画完这个头发 画了大概之后呢 咱们就可以拿起 这个棕色的这个 叫油性彩线 对不对 棕色油性彩线 去勾一下这个头发的发丝 以及一些小细节 对不对 去勾一下这个线 然后这里呢 我再强调一次 对不对 经常有小伙伴问我 所以说我再强调一次 这个彩线呢 就画水彩 你用彩线 一定要用这个油性彩线 为什么要用油性彩线呢 因为油性彩线呢 它是油性的 对不对 你彩线一般分两种 油性彩线与水溶性彩线 如果你用水溶性彩线呢 你画完之后 你会发现你一个线 画了也白画 对不对 然后淘宝也是都有卖的 一根也就 一块两块钱吧 然后买一个颜色就够了 对不对 就是勾线 然后小熊这里呢 是用的是这个棕色的 这个棕色也是挺好用的 无论是勾皮肤啊 还是勾头发 还是勾细节啊 也都是 挺好用的 对不对 挺好用的 然后勾完线呢 也是拿一根 也是拿一根4号的这个 叫叫叫叫尼龙笔 对不对 4号的这个尼龙水彩笔 这个也是买颜料赠的 我也说不上来 它是什么名字啊 对不对 反正就尼龙笔 拿这个4号尼龙笔呢 去沾一点重的颜色 然后去勾一下这些细节部分的头发 比如说这个头发 反正就那么多东西啊 就在那么多东西 然后现在呢 也是给他开始画这个小衣领啊 对不对 小衣领 然后这一期呢 然后肯定不是水泳笔嘛 对不对 肯定不是水泳笔啊 然后画是一个 画是个什么呢 然后这件衣服也是 也小熊从淘宝随便搜这个 呃 萝莉塔 对不对 随便搜这个萝莉塔的衣服啊 然后随便搜出来一件 然后再加上脑洞啊 加上脑洞 把它给改造了一下 然后就这样 然后呃 整体来说还是挺萌的 对不对 然后这件衣服呢 也是下面是一个白色圈 呃 白色圈 然后上面呢 是一个呃 带领子的这种小砍架 不是不是小砍架 小马甲 然后呢 两个袖子呢 是这种 呃 就那种和服类似的那种袖子吧 就那种大长长的那种 然后还是挺萌的 对不对 挺萌的这衣服 啊 当然也不用去索啊 这个衣服逃往没卖的 这我脑洞出来了 对不对 哈哈 然后反正就那个意思啊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这里呢 也是在这儿勾一下这个衣服的一些小衣者 对不对 小衣者还是用比较重的颜色 然后这个白裙呢 用这个继续用这个游行彩签去处理一下 对不对 处理一下 在这呢给大家讲这么一个故事 对不对 讲这么一个故事 然后故事 然后故事是这样的 我有一个朋友啊 我有一个朋友是个拉拉 对不对 是个拉拉 长得很漂亮 每次朋友圈 对不对 每次朋友圈 然后 然后我们拍照 拍照都有 呃 直男过来问我 然后说 有名女也不介绍给我 然后我说 是拉拉 然后对方一般都会回 什么拉拉 被男人 过了就知道男人的好了 然后这时候呢 我通常都会说 你被男人 过了也知道男人的好 然后对方一般就安静了 对不对 然后呢 大家可以 大家现在可能会说了 啊什么 小熊 你是弯的 哎 并不是 并不是 这个故事是从 我从网上看见的 对不对 我从网上看见的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对不对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我都不知道 我在这解释什么 啊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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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刚这一段 大家就当然没听见吧 这里呢 大家也是看到啊 我这给他画这两个小袖子 这个袖子呢 我为了统一这个画面 我给他画的是和这个下面画这个小裙 是一样的材质啊 都是这种 呃 呃 有那么一点通透的这种白色的小 呃 呃 纱 纱 纱 什么 纱 纱 我也不知道 这叫什么材料 对不对 就跟那个 呃文章 呃不是文章了 文章 就跟文章用的那种材料一样 对不对 呃 我是想画出这种感觉来 如果大家觉得不像呢 呃 也不要喷我 对不对 我本来就不是个大的 我画的也是比较扎 对不对 我画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扎一点 然后也是啊 这个呃 搞搞这么多年视频了嘛 然后也是认识不少大的 认识不少绘画圈大的 然后看他们画的画也是都有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 对不对 然后小熊我画的画呢 也都是 哎 凑合吧 就那回事 对不对 勉强能看 这个呃 水彩呢 也是玩的不是很溜 玩不是很溜之后呢 这个人体呢 也是画不出那些呃 特牛逼特美的人体来 对不对 就画的寥寥草草的呃 多少像个人 对不对 多少像个人 暂时来说 我就这么点本事啊 对不对 肯定也是天天也都是有在进步啊 反正小小伙伴也是能学到一点 呃 是一点吧 对不对 反正一分钱不花 百简 只要小小伙伴能学到那么一丝丝 哪怕一丢丢的呃 姿势 对不对 姿势 然后小薰伴也就很开心了 对不对 然后这个妹子呢 她也是双马尾嘛 对不对 双马尾 然后就给她起名 叫做小 小双双吧 对不对 小双双 然后在这呢 我给大家讲一个最基础的东西 对不对 很多小伙伴问我 这个水粉跟水彩 就很多小伙伴都不 都分不清这个水粉和水彩 在这呢 我给大家就是 简单讲一下 简单讲一下 这个水粉和水彩呢 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材料 对不对 完全不同 为什么不同呢 呃 虽然两者名字差不多 而且两者呢 这个都是需要拿水来调和的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个水粉颜料 水粉颜料 在制作过程中呢 是加入了大量的白粉 对不对 呃 不是那个白粉 是那个画画的白粉 然后具有很强的这个覆盖性 对不对 然后 然后呢 很适合画这种很厚的颜料 层层叠盖 也就是平常咱们所说的这种厚画 然后呢 水彩呢 是比较纯净的 对不对 除了个别颜料 很少是含白粉 所以说它不具备 它不具备覆盖性 然后呢 它很透明 然后绘画过程中呢 也也只能用很细薄的颜色啊 去去去层层叠加 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这个薄化 对不对 所以说它们两个区别还是挺大的 这个 把他们往山里说的这个水粉颜料 就有点类似这个油画颜料 就是层层叠加的 呃 就一层盖一层 你画错了 盖上一笔就行了 而水彩呢 是那种透明颜料 透明颜料 就是说你画了 画一笔是一笔 你画完之后 它是透明的 它是透明的 然后也就是说你 你不能拿 其他颜色给盖住 然后这是他们俩 本质上的区别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还是 大家分清一点吧 然后就比如说 看小熊视频吧 看小熊视频 然后小熊仔画画 然后就总会有小伙伴说 这个画的 呃就是这个 呃真好玩 对不对 真好玩 然后呢 就有些小伙伴不懂啊 不懂就会说这个 水粉很漂亮 然后这时候呢 就显得很不专业了 对不对 你最起码名字得叫对吧 对不对 这是水彩 对不对 水彩 诗为水彩 水彩 嘿嘿 哎 反正就那个意思啊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呢 小熊给他画了一个 呃 斑马线 对不对 画一个斑马线 人形道啊 然后然后这里呢 这个小熊脑宝 这个妹子呢 是呃 什么意思呢 是这个 他是一个操纵时间的妹子 对不对 然后呢 我还给他配了一段 非常非常优雅 非常非常有一个词 对不对 呃 怎么说的来 我借我发了个微博 然后也是看到这儿呢 也是小伙伴们 也是希望喜欢 喜欢小熊啊 对不对 或者说觉得这个视频 对你有所帮助的小伙伴呢 也可以是 呃 投个硬币啊 然后加一下收藏 对不对 然后小熊也是很开心啊 对不对 很开心 然后呢 怎么说呢 做视频嘛 本来就挺累的 也是贵求收藏 贵求硬币啊 对不对 毕竟啊 这个 你们那么 点那么一下下 对于这个 我们这个视频制作者来说 这就是 呃 非常大的一个鼓励吧 就对 对 扯远了 扯远了 咱们继续谈这个话 对不对 我当时给他配的这么一段话 就是 我 静止了时间 是为了 更快的 与你相遇 啊 也是 也是够不要脸的 对不对 臭不要脸 这里呢 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这又画了这个大石钟啊 对不对 画这个大石钟 是一个呢 中间是画了些齿轮 画些齿轮 然后画这种东西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先画这个 呃 先画背景啊 对不对 就比如说画这个齿轮 这齿轮 我 齿轮是白色的 是这个 呃 不用上色的 然后呢 所以说效果呢 就先画这个背景啊 把这个齿轮 这个尘 给控出来 这样的话 你到最后 它效果就会 比较好 因为这个水彩呢 它干了之后 它会有这个 呃 边的这个痕迹啊 对不对 就是水痕 这个水痕呢 就会很自然的 就形成了 就是 你想留 你想留白的 这个物品的 这个边界 也不知道你们 能不能理解 你们试一下就行了 就同样 同样比如说画房子 同样画房子 你先画房子 再画后面蓝天 和你先画蓝天 再画中间房子 就是两种 完全不同的效果 而且呢 先画背景 后画这个房子 绝对是 效果要稍微好点 对不对 要稍微好点 然后在这里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给这个背景 画了一些这个 比较 比较简单的 这种小房子 对不对 然后还有烟筒 烟筒还冒烟 这个地方 为什么要画一个烟筒呢 因为 因为左上部分 有点太空了 有点太空了 显然这幅画很不协调 就是让左上部分 显然不是那么空 然后这里呢 也是 小伙伴也是要注意一下 要注意一下这个 尽量的要画画呢 尽量的要 整体去把握 对不对 这构图也是挺重要的 然后在这里呢 小伙伴再给大家讲个段子吧 对不对 是这样的 这几天呢 不是有很多报道吗 很多报道说 小孩子被锁到车里 然后被锁到车里之后 喘不上气来 然后这里呢 小熊我也遇到了 昨天晚上回家 看到小树林里 有一个小车 里面呢 一对男女 好像被锁在车里了 看起来好像很热的样子 衣服都脱光了 他们拼命的挣扎 车子一晃一晃的 女的表情 看起来好像很难受 好像快要缺氧一样 男的正嘴嘴嘴 帮他做着人工呼吸 人命关天呀 不容迟疑 小熊我赶紧随手 抄了一块板砖 把车玻璃给砸碎了 男女果然憋着不行 出来立马跳出来 然后嘴里还一直喊 是谁 谁 到底是谁 可是 我已经走远了 传播正能量 让世界充满爱 不要问我是谁 我是雷锋的弟弟 雷管 谢谢 这里呢 大家可以看到 刚才小熊也是拿这个白笔 对不对 拿白笔勾了一下这个头发 把这个头发呢 就勾了一下白笔 然后包括人物 然后这里呢 也是一个非常 非常简单有效的 小特技方法 对不对 就是这个白笔 然后因为这种 这种小特技 你加起来特别省事 特别省事 而且非常容易出效果 非常容易出效果 对不对 然后这里呢 也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材料 这期用的是这个 纸呢 纸呢 是这个阿诗300克 细纹的纸 然后纸也是有点潮了 潮了之后发臭 跟个臭脚丫子一样味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颜料是这个 史明克24色 学院级的颜料 然后笔呢 是华红500松鼠毛笔 一号的 再就是这个买颜料赠的 这个四号的尼龙笔 然后再就是这个 呃 油性彩铅 棕色的 呃 最后就是这个 樱花白笔了 然后用具 大概就是这些啊 整体来说 这幅画还是 呃 挺简单的 对不对 挺简单的 小伙伴们也是看一看 然后就能理解的差不多啊 我 我是这么感觉的 我个人这么认为 整体来说嘛 还是 呃 想必我不用说 你们也知道我想说什么吧 现在呢 在这画 这个表的阴影 这个表的阴影 整体来说呢 还是多少有那个意思吧 对不对 多少有那个意思啊 然后差不多就画完了 然后签两名 然后写啊 时间 然后 这是完成稿 大家可以看到 扫到电脑里呢 再调了一些曲线 然后整体来说 就这样了 还是谢谢大家 一直以来支持吧 对不对 嗯 如果小伙伴们觉得这个视频 多少有那么点意思 对不对 或者说 觉得多少有那么一点帮助吧 然后还是 呃 贵求 贵求收藏 贵求硬币吧 谢谢 阿宝宝 阿里卡卡 咱们